Hello 大家好 我是叶峰 還沒訂閱的觀眾朋友請在右下方幫我按下訂閱 感謝您的幫忙 那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跟大家先拜個早年 祝大家屬年行大運 然後認識跟不認識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 然後萬事如意 新的一年有新的開始 新的希望 那接下來進入今天的主題 想跟大家談一下所謂的政治舒適圈 其實舒適圈這個詞呢 很早就有了 就是你一個人在 工作時候 長期的工作下來 你會覺得非常的順利 那 他就是你慣性 習慣性的已經去 有條理式的去做某件事情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已經習慣熟悉了那樣的圈子 所以稱之為舒適圈 在那裡面你會覺得很舒服 那談到政治舒適圈 其實這一次大家 壁壘分明的很嚴重 甚至說 連父母跟孩子 彼此之間 都有很大的那個 意識差異 其實現在而言 資訊流通的太快了 所以現在小孩子根本不像以前那樣 可能父母說什麼都做什麼 他們有各自的主張跟意識 所以 父母們其實也不用太在意說 孩子們因為 他的想法 然後他想要選的政治人物 而跟他有所衝突 希望大家呢 在今天 看完這個影片 或者有機會看到這個影片 那 不妨呢 就坐下來吃跟妳團圓飯 然後開開心心的 過完這個年 然後彼此之間 跟妳掉了這個微笑 然後 請大家呢 就是心平氣和的 過接下來的整個新年 那 喜歡去逛街 就去逛街 然後出去一下經濟的發展 那對 社會和諧應該就會有一點點幫助 但這次的事件來講 我覺得說 政治舒適前呢 大家無法跳脫 導致彼此之間爭執的 非常的嚴重 顏色 壁雷分明的也是很嚴重 那希望大家不要 那希望大家應該說 把政治舒適前給擴大 那可能就是 互相彼此包容 不同意見跟看法 不要因為顏色的差距 然後導致家庭失和 其實家庭和諧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 你們彼此這樣吵架 那些政治人 你也不會影響到他 但是你就會失去人家裡的一些和諧啊 不語 然後 沒有辦法彼此之間沒有很愉快 我覺得這樣子是沒有必要的 就 就應該開開心心的 過日子就好 可能在選都選完了 呃 也不需要去太在意說 結果是什麼 其實在這次 這個就是大家 共同表決出來的結果 那也不需要去再 反逐了 沉浸在那個裡面 就像是 其實戲經演完 但是看戲的人 卻不應擅長 那 又導致 表情之間 彼此的不可寫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就是 大家把政治舒適圈的擴大 然後 互相彼此包容 包容彼此不同的意見 尊重 那 或許就可以 好好的過個 好新年 那在這裡 再一次 跟大家拜個早年 那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你就幫我按下訂閱 那 也可以幫我分享一下這個影片 希望這個政治舒適圈的概念 就是你把政治舒適圈給擴大 不讓彼此包容 那或許這個舒適圈 打破了這個規則之後 大家就可以 比較 和諧的 開心的 過這個新年 那 在這裡 先 跟大家 說聲謝謝 然後 再見 呃 掰掰 掰掰